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是二戰以來 澳英美達成的最重量級的防衛夥伴機制 根據協議 美英將在未來18個月 支持澳洲獲得核潛艇的能力 這也是美國在1958年與英國分享核潛艇技術後 幾十年來首度與美國盟友分享有關技術 外界普遍認為 此舉是為了對抗中共 美國向澳洲分享核潛艇的絕密技術 也是為了建立牢固的抗共聯盟 如果項目成形 澳洲將成為全球第七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雖然美英澳三國領導人都強調 新潛艇是以核能為動力的常規潛艇 不配備核武器 符合核不擴散條約 澳洲總理莫里森也表示 澳洲將繼續遵守核不擴散條約的所有義務 但中共還是表現抓狂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上週四說 美英澳核潛艇合作 嚴重破壞地區穩定 加劇軍備競賽 國際社會有理由質疑澳方恪守核不擴散承諾的誠意 評論指出 中共故意把澳洲核潛艇和全球去核化掛鉤 這是他有意發出錯誤信號 誤導中國人以為澳洲將擁有核武器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威脅澳洲多做最壞準備 如果為了效忠美國而成能 第一批在南海喪命的西方士兵也最可能就是澳大利亞人 曾擔任鄧小平翻譯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副主任高志凱 甚至在澳洲ABC節目上威脅 澳洲一旦生產核動力潛艇將可能成為核攻擊目標 觀察認為 這種歇斯底里的背後是中共的方寸大亂 澳洲也在說就是中共澳洲飛彈的目標 面對這樣的恐嚇 澳洲不會軟下來 反而澳洲應該更加強硬來對抗中共的擴張 觀察指出 如果擁有核動力潛艇 澳洲海軍巡邏的能力範圍 最北可治臺灣 即便不配備核武器 打造核潛艇艦隊 也可能改變太平洋海軍力量的平衡 這對澳洲之間的軍事態勢對比 也產生很大影響 它們在深海的能力會很強大 核常規潛艇比較 核潛艇可以在水中潛伏數月 而不易被發現 澳洲要在南中國海對抗中共 核潛艇似乎成為最佳選擇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指出 截至2019年 中共的戰艦數量世界第一 但它的反潛能力非常薄弱 如果在不久的將來 南中國海深海 將有許多核潛艇長久潛藏 這對中共在南中國海 臺灣海峽的擴張 都構成巨大威脅 三年前 莫里森剛上任澳洲總理時曾說 中美對澳洲同等重要 一個是澳洲最大貿易夥伴 一個是澳洲主要的安全盟友 如今 澳洲選擇加入美英鐵桿聯盟 評論認為 這都是被中共所逼 北京過去常把澳洲當軟柿子孽 尤其當澳洲把華為排除出5G市場 提出對中共病毒疫情源頭進行國際獨立調查 北京的打壓更是不斷升級 因此 過去並不希望擁有核潛艇的澳洲 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